我們今天的主題大概就是講到說 這個王定寅委員突然間出現 審議很久突然間出現 在這個盡頭之後 那他也沒談自己的這個 大家關心的新聞熱題 反倒是把焦點扯到了韓國瑜市長身上 那他有一句話讓我覺得 可能說中了 他說韓國瑜不懂鳳梨 不懂 意思大概說不懂農業 有賣山有賣講 韓國瑜你有賣過鳳梨嗎 你有賣很多鳳梨嗎 那這句話會讓我打算一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一起去過新加坡 我們也知道我們一起去過這個港澳生下 那確實我也看到他 有把台灣的農產品給推銷出去 我們先不論原因如何 他真的有賣法 那過去他又在北農 那他的績效也不差 所以對於這一句你不懂鳳梨 或是你不懂農業 你沒有賣過太多鳳梨 這個我是有點疑慮的 那我講不夠客觀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修姐 來跟我們聊一下 其實你剛才問這個問題 我也問了韓先生 剛剛韓先生說 對於王定宇講的事情 他完全不在意 為什麼 因為他講的話 根本就沒有可信度 那我來詮釋就是說 講話根本就是個屁 因為如果說 韓國瑜不懂的所謂的外 鳳梨的外銷 農產品行銷 為什麼在高雄市 的任內 107年跟108年 就是他任內的跟前一年相比 整個農產品的外銷 是增加了將近78% 但是以中央來講 韓國瑜在那一年成長的是40% 那麼這整個外銷 成長中央 全國的成長 其實很多也來自於高雄市 那麼高雄光是在新加坡 東南亞賣的訂單 就有至少好幾年 那麼加上中國大部分加起來 到100年 到108年就是所謂的 100年就是任內的 最後那個時候的5月 5月的時候都還有累積達到了 5億多 那麼當然 綠菇MOD MOD 簽下來長期的訂單 現在還有很多的影響 但是當時也簽 至少達到了3、4億之多 那麼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代表是我們的農產品 其實是有市場 是有通膜 但是怎麼行銷跟包裝而已 那麼他現在做的是什麼呢 這個中央農委會 會一直恐嚇農民 農民要是變不一樣 或者是質疑中央的政策的時候 他就會說可能不補助人 會恐嚇地方的農民 而現在我不知道佑正知不知道 農糧署前一年 還做了一個正式的公布 他公布說 現在開始這個鳳梨的專案 現在不會再交給地方政府 來公告跟發放 沒有中央統一來公布跟發放 也就是說這個錢不透過地方政府 尤其其中有14個 並不是民進黨的任何縣市 他直接跳過你 什麼是補助 就由我們自己來做 是這樣的概念 那麼他要做什麼呢 他自己來綁裝 自己來統合人 自己來負責相關的東西 可是他真的有本事 可以賣到國外去 那麼現在其實鳳梨的產季 真的還沒有到 到清明節之後 真的是鳳梨的產季 那更多的鳳梨出來的時候 還有釋迦還有芒果 比方說釋迦好了 95%是賣中國大陸的 那他們可以 現場可以全力的把所謂病蟲害的問題 全力的想辦法 你將被你決定解決 但是如果要外銷這個關稅的問題 是只有你中央政府的權限 你必須要做到的 你已經做到了什麼 就是跟王定寧 他們的民黨策略都是一樣的 第一個不承認 第二個不白醒 然後第三個就推給老公 然後第四個就打黃國元 而且是隔山打牛馬 那個請問一下 你剛剛提到說 現在農糧署說以後補助 跳過地方政府 他有個公告 對 由中央來自己處理 那所以過去的補助是由中央 由地方政府補助 再跟中央請款嗎 當然當然 因為地方政府才能掌握地方 哪些農民 實際的農村要會開 申報地方的農會 這些系統 是一層一層的上來了 他現在這次說我們就要來處理 完全跳過地方整理 他就完全掌控了 他要不要補助 補助給誰 補助多少 全部都是我中央說了算 那幾億人幾億人的話 花的是誰的錢 是你我的納稅錢 所以有可能就會出現 大小眼的狀況 你不聽話 當然 我就不給你補助 那這個狀況 跟當時的豬農是不是有點像 這到底是摸頭還是恐嚇 我就說陳其重就是騎著萊豬 然後拿著牙籤 咬著鳳梨 現在就欺負我們的農民嗎 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請問一下錢秋姐的事 這個 當然昨天這個 我這幾天我剛剛才跟觀眾朋友說 我這天完全沒有談王定語 但今天為什麼我會把定語委員拉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 他今天講這個事情 涉及到底已經是公領域了 是農民的權益 是政府的作為 打不打韓國瑜 我覺得他是其次了 我覺得他是其次了 但是我更好奇 我更好奇的是 當他昨天現身 我講白了 如果他今天跟 王悠正視訊連線 我一定會跟他講說 我知道這個可能很為難 我這個 可能要請你體諒 但該問的我還是要問 可是昨天當他現身 其他的這個電視台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提到這件事情的 就是說主持人也沒問 來賓也不好奇 奇怪了 那事後當然這個媒體有被質疑 就說怎麼會不問呢 因為他畢竟第一次出現嘛 那結果這個 節目的主持人 就發了一個他的這個 告訴大家說 我們從來不談私領域的事情 我們只談大是大非 然後就有很多網友 挖出了過去這個節目 他針對所謂新莊王小姐的時候 不只談 天天談 連談一個月 一天三個節目 照三餐來談論這件事情 奇怪 那韓國瑜跟這個王小姐 不也是私領域嗎 你當時談私領域 現在碰到王定宇 就變成私領域 我不談 我只碰大是跟大非 這又是什麼標準 因為當時我也上他們的標題 他們談話節目照三吞談 而且 是整個節目整個小時 兩個小時 都是論討論 那當時我也一樣 我是說 因為有一整團的人一起出國 那住的是飯店 飯店當然就是幾個房間 上百個房間 所以他們住同一個飯店 不同的房間 這很正常吧 這跟分租包稅是不一樣的吧 含稅 其實含稅 那不然以前我們 以前我們出房 那我也跟王淺秋 住在同一個飯店裡面 你怎麼不說我們兩個住同一個飯店 因為隔壁還有 BPS人 那裡有三人 大家都住同一個飯店 有什麼問題嗎 他會解釋說 當時也被他們拿來檢驗嗎 對對他會解釋說 他沒有選總統 可是他要選總統 他是高雄市長 跟一個立法委員 基本上必須受到的監督 跟關注應該是一樣的啦 可是當時我們沒有不說明啊 我們都出來公開的說明 不停的一再的正式的說明過啦 我沒有躲媒體啊 我也沒有那麼沒有種啊 我們的人都一個個出來討論啊 那標準總要一樣吧 如果你認為韓國瑜有這個 政治責任社會責任 你有你的選民啊 你的道德標準是不是也要跟你的選民來 要太清楚了 還是你的標準可以比較寬廣 民進黨都可以隨便試沒關係 吃到飽嘛 這總該有一個基本的標準要一致吧 那你不敢說什麼事情 你當初怎麼監督別人事情 你就反揮租集 問你自己就好 而這個結論節目也一樣 哎呦 講的好像道德很清高啊 哎呦 私人離譜的不破 但請問他們自己過去是怎麼 對於國民黨也不只讓你說 之前有預申 難道其他這些政治人物 立法委員的部分 沒有被檢驗過嗎 其實顏色不一樣 政治不一樣 他的節目只能為黨投誰 所以他的立場也不一樣 問法也不一樣 嗯